那一年三万六 就说是啥都有了 去乱费水费都在这儿花强了 啊 去乱费水费 那如果去乱费也不少钱呢 你看房子大都 收入物业 三千多还不够 物业没有 心里不大痛快 你要是有钱的话 那去乱费你就 就假装是好满意 就是挺爽的 就那意思你不从这三千块钱理财 对 我不是出不起 我不出来 就是每年的财暖费水电费 就得从这个 啥都给你管 啊 要不我那交钱 哎呀 这俩人小姐们 好呀 那姨你今天是给住镇了 对呀 还有张姐报个名 她总需要我 说为啥不找呢 哎呀多好啊 说我老师都这么大事找哈 哎呀她说呗 那个 哎呀那电视有一个可好了 你找吧 我给报名 那我姨这个事你挺伤心对吧 对啊 必须的 姐来好嘛 是看自己一个人挺那啥的 是吗 她应该有个吧 生活还比较规律 到点都吃饭 啊 不饿也吃 不饿也垫不点是不是啊 不是不饿就少吃呗 啊 反正我吃饭我也不 基本上我不酷了 早上就喝豆浆 鸡蛋了 牛奶了 我就吃这一类东西 晚上但是我不是那么大惨的 就说做点 假如炖点肉炖点鸡呢 重来就不得炒点青菜呢 嗯 就去吃 这场就全是五股杂粮的米 那什么你平时吃五股杂粮啊 吃啊 这就是黑豆 黑豆 大豆漿 这就是黄豆 那小米 对 包米啊 包米啊 嗯 蒸包米啊 蒸包米啊 肉一般情况外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吃 挺注重这个饮食健康的 对 你这个年龄呢 你身体真要是有毛病 你身边还没人家 就有人 谁愿意得毛病啊 是不是 所以说你就必须在 饮食上注重你自己的身体 年龄七十左右的 嗯 就是一里的呗 嗯 呃 人品好的点 啊 主要就是看 对 主要人品 那你 你觉得这个人品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没有啥不良嗜好 嗯 嗯 脾气也别说很暴躁那种 那你各方面说话 老坑啥的别太干了 周如画周叔啊 我是红娘亲 别说 可算见到 药店是我们家的 这药店是你们家的呀 卖中药 这一块是你平时负责的呀 对 我就管这一切 叔 我听咱的口音好像不像那个东北人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啊 老家山东那头的 嗯 大家主里的儿子媳妇都是卖药的 啊 咱们家好几个药店 几个儿子呀 三个 三个儿子啊 那那个儿子平时就是给你开工资啊 还是啥呢 这片卖的就归我管 也不用给他开工 给我开工资 我说给他说多少 这是给他多少 啊 不给他也行 你去的费用钱咱还剩个三千五千的 不剩个三千 太少了就要跑了吧 人家是不是 我这个行业是老为之钱 真学还得接着干嘛 干点不 干点正点 那你干啥就咱们说是 你不能总结光玩的 那那个咱有那个劳保啥的吗 劳保没有 钱有的 吃饭吃够的 啥都自由现在 我不来也行 不来也行 不来就他们辛苦了 咱们这都全能的 我出去好几天都他们帮着干活的 就是那个柜台几个大姐都能帮你 自己不会做饭 自己会做 做那一口都不过糊锅的 自己吃饭 有点能说是吃顿饭店 打到包就给我吃好一天 园不错呀 哪边是咱的呀 从哪儿你开始 从这个回家 你看这是茄子羊是吗 这是茄子 豆角的 豆角 那底下是香瓜的 这个是香瓜羊 那个是小葱 说你种这些菜 你说你自己平时也不在家做饭 都大伙吃的 都大伙吃 我自己我也吃不了 这不就老了 你洗洗算上 种点菜上的 现在有圆着的地方就 不能说没有 几乎就没有了 在市区里面 拿谁家有这么大的空间 现在我这怎么消耗时间 就说是怎么快乐怎么过 60多70的都行 最好有上宝 不打算花他的钱 我自己我这三千块钱 咱们做吃喝喝都够了 心同意合 大伙在一块儿 就是混个碗盐呗 大伙演员过得去 在这里 我看着过来俩好像是 能看上哪个是吗 那应该那个是靠边站的 靠边站的不是啊 应该不是 她这角度不一样啊 来呢 哎呀 嗯 进来这样 进来一样 不用反显过来吧 那这个女士大概是吧 这个女士啊 这个是她那个闺蜜 小姐妹也学的不太好 这是助威的 哎呀 哈哈哈 演员咋样 你看 我还行 还行 我看也还行吧 顺着过去 演员还行吧 接触一下看看 哎呦 我有圆呢 嗯 嗯 真大的啊 这圆啊 嗯 这圆真不小 这圆咋样 哪里啊 这是啊 女女 哈哈哈哈 女女女出的也好啊 这是你种的 你自己种的 啊 我自己种的 给叔姓对姓呢 过来啊 你几点 我叔咋样啊 可能不是我 两个小 跑了 这都自己种的 对式的样 对 那都姐挺大了 你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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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圆也挺好 他还能种 他真不懒 实在小圆还挺好的 这人吧 一看真是过日云 没有你呢 看人家串门 看人家串门就跑了 上人家串门去了 上大屋串门去了 是不是就跟着你啥情况去了 没人去了 打他眼睛 你那啥去了 你上面的银银在哪儿就特别 看人家串门的好得好 你看 你不明白叔的写花了 我老家说的 人家说的挺好的 你问了 对 银银说的可好了 平时还给交交员的 如果要叔不在的时候 是不是 叔王 确实挺好的 好 拿出这儿 看丑的这样 人员也行 饮品啥的 好像 太行 人品绝对行 我们家住回的 谁呀 这人家住回的 这人找我 哎呀 我姨 这是谁呀 我是谁呀 你去不叫我 不是 我姨姨 这谁呀给介绍一下 给给 你看姨姨这个 叔叔你好 那是楼上的 多久请 哎呀 我这要进来 进来吧 进来进来 快进来 关门上的有门子 这又是银银啊 是银银 二楼等的 你帮你关掉 有门子 我就搁这儿行 没事没事 这是今天给 周叔介绍对象 好 几事 我今天下楼他门 我看你呢 嗯 开大风 是就 啊 他就在这儿啊 胡老猪喊没有 揉我 啊 这儿伴伴呢 连续不好 我管点事 这不是见到这位 进来坐会儿吧 坐会儿 我就坐 进来坐会儿吧 拌菜不拌菜 烤银 和谁拌菜不拌菜 这是主角 对 你参手参考 这年后我拌菜 对啊 我得问个几张片 嗯 有些话他肯定说一算 我得先问个几张片 这就是啥是吧 就是啊 就是啊 年龄啥 好了 年龄 年龄相当啊 嗯 我觉得什么是 人瞅 看不得点 嗯 我觉得是 其实按钱呀 哎呀 不是 起乎相当啊 最重要的 哎呀 人品 啊 对 谁找都得是这种 谁担心的都是这个事 都是人品 对啊 他一下说到我心里 他怕我饮品不好 我也怕他饮品不好 是不是啊 那瞅着啊 邻居处理都挺好的 是不是啊 你可以问 直来直去 就是在经济上 我有点负担 你是担心啥 担心你因为你没有的啥呀 没有老板 没有老板 我可以一个月把三千块钱按时支付 三千块钱你觉得够两人生活吗 够 够啊 嗯 当时你因为你上班你觉得你的那个啥资金足啊 关键是我是担心就是以后干不动了 干不动了 咱是说现在不干了 嗯 现在干点咱算捡点 不干也这么放 现在说是咱不干了 咱没吃饭 这些东西咱都有保证了 你一年 你开多少钱也就三个两块钱了 对啊 你十年就开多少钱了 咱就不用花老板 那你够这十年你要活十年二十年都保证啊 那我十年二十年 我没有保证可以三个儿子 哪个儿子给人卖个车 也给我 靠儿子腰 嗯 那用不着 啊 那给用不着 用不着啊 我兜里没两钱的话 我这一百多平比房子 我也不敢买 我也住不上 太高的我不敢许你 我只许你 我一个个能够三千块钱 不是我拿不起 我不许了 嗯 不许你不许 不许 不许愿我不用还的 许愿你到时候得还的 你如果 如果愿意管事三千块钱都给你管 我可以一本钱都不留就行 我也不花钱 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我都没有 这点挺好 挺好 我喜欢不抽烟 你要喝点酒 我还不 不喝辣酒还可以 抽烟喝酒 但是我最反对的就是抽烟 嗯 那一万三一年三万六 就说是啥都啥都有了 取暖费水淖费 都在这儿花桥 啊 啊 取暖费水淖费 那你这种取暖费也不着钱呢 那你看房子大 收费物业 三千多还不够 你们物业没有 心里不大痛快 你要是有钱的话 那取暖费你就 就 假装是好满意 就是挺爽的 就那意思你不从这三千块钱理他 对 对啊 不是不差这三千块钱 谁都不差 他能缺这三千吗 我能说你越得给我三千 你不够这三千我就不交了 那你就觉得天日不舒服 对 我不是出不起 我不出来 就是每年的那个财短费水淖费 就得从这个 啥都啥都给你管 啊 嗯 要不我那交钱呢 嗯 我现在我我表态 就说是 两个人生活费 一个月钱两块钱够了 明天永远我都不用买 我都都在那里 我都给大伙分了 咱就说买点青菜买点水果就是 咱还余下一些呢 一年水添费有五千块钱够了 那我不再出了 我这三千块钱就疯了 嗯 不没 一点余地没有 因为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 我哥哥希望他这人是啥 挺稳重的 他不说大话 无所谓 他是坚决了 说的我这趋短费我指定不拿 嗯 他真是说的给我三千块钱 就是挺大气那种的 不斤斤计较的 那趋短费你说我没有钱了 那咱就就 这咱也行 嗯 大大样不敢许 许万得还了 到货币上 还不是不许 不同意的话就 跟着买点 嗯 你同意就咱就 咱就慢慢在 嗯 你这咋讲的 连好几万都拿出了 咱别差这三千五千的 我我我差我不许那么多 我差我不许那么多 Oh no 你看人家说不许 咱就别求那只 就是太教条了 人一说三千块钱够 你这么一说 人家觉得可能就是跟你以后过日子啊 太教条了还是咋的 你可我在一个地方坑 跟你说你那边跟你说你这份家都不动 说你的意思就是怕别人笨钱来的 对 嗯 他那个求点就求点吧 三千块钱咋的都够 那都无所谓的事啊 哎呀 无所谓 你不 这不是一个月三千这三千六不就出来了吗 不剩三万块钱你 三万块钱哥们咋花不了 你没看吗 直播跟我说 咱俩别用这事吧 我应该一笑我 说对你呢 还在男产 就这么求点人呢 咱俩这互相之间 你就想找个伴儿 互相照顾着 对就是找个伴儿 我绝对不是说呢 你给我三千我想我少 用这三千我带跟你个儿去 咋地的 不是那回事 那不是那回事 咱们就慢慢想出一下 这里的都得有个过渡期 是不是 人是行 对 他也说了 说这人不像说撒谎撩片的言 也不是说的 说他话的言 嗯 说是看我 想出出看 回家发给我一些信息过来 你都算你来看个门 这个 行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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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你俩 遇上你了 等越来越好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铁们 喜欢星空店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谢谢 谢谢 谢谢